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给他们帮忙 看到通编在他们手上 捡了亲密的耳用品 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就一直在跟爸爸学习 这座通缉 两年前我还是一个 无忧无虑的青年 但是前年爸爸去世了 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我是家里的老大 还有比比妹妹需要照顾 所以我选择留在家里 转成父亲的修衣 同时照顾家人 父亲去世后 我开始和比比一起制作通缉 虽然我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但是我以前从没有想过经营的事情 总是买出去的很少 我开始考虑如何让更多人认识我 认识我的书意 后来我就在网上发布我制作通缉的事情 今天介绍的是两生的这个大户呢 这个手工雕刻的 这个把弹幕画的 满满的电力的人越来越多 今年六月份 今年六月份一个北京的游客来到典里 他给我发了一个沙漠咖啡炉子的图片 让我制作通缓的咖啡炉 制作过程非常复杂 但是制作好一会儿 他非常满意 后来这个咖啡炉子好多人都到了 到目前已经买出去了十五个 我在制作全过程不用图纸 不用磨绝全靠经验 大型是制作通缉最重要的过程 经过通缉的造型都需要用具责 一点一点敲打出来 一件作品有十或几天 有十或几月 有十或一年才能完成 和爸爸不断的是 我现在开始制作大型通缉工艺品 越来越多人开始叫我典职 下面给我 下面 典职 典职 就是典职 你名片给哈啥 微信加汉啊 这个微信吗 你 名字 不许人嘛 这是弟弟的 你的 叫我典职的客户比较多 现在嘛 这个还没跑更大 这个尼职的游客喜欢咖啡 我也会咖啡糊呢 现在特别好的 这个工事也比较少 十年开始过程变得越来越好看了 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看到游客在我制作的东西前面合影 我特别开心 我今年特别忙 全国各地的订单很多 未来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自己的通缉的品牌 包括插举 三举等 全政府这种通缉制作公益 为首艺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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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首艺人点赞